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Laura Mercier新款的粉底液的评测 这个粉底液是叫Flawless Fusion Ultra Longwear Foundation 我的色号是RNE 这款粉底液的大小就跟市面上正常的粉底液差不多 是30毫升,然后是睡前60加币 根据上面的介绍,这是一个无有哑光妆效的粉底液 然后是中到重度的遮瑕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到底怎么样吧 我今天皮肤状态很糟糕 就是我眼下黑眼圈非常紫 然后脸颊也泛红 我昨天开始感冒了 所以我鼻子下面是红红的 那过一会儿因为我要擦鼻涕什么的 所以我鼻头还有鼻子下面肯定是会脱妆的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皮肤的瑕疵很多 那我们就先从妆前开始吧 还用的是Tasha这个妆前乳 因为我也不想用个新的妆前乳来测试粉底液 你看已经铁皮了呢 吸一口 我鼻子下面现在又在发水泡 其实我每次感冒都会发水泡的 然后昨天没有及时的擦药 还有悲剧了 这下又要长好多天了 打开这个粉底也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种磨砂的瓶子 还是用这个Fenty Beauty的海绵 那我先上半张脸吧 两边脸看起来区别还是蛮大的吧 一般用海绵蛋上比较稀的粉底液的话 它是会把遮瑕度降低的 那这个现在是用海绵蛋上的一层 我觉得遮瑕度已经很好了 就你看我的黑眼圈少了很多 然后脸颊的泛红啊 然后还有嘴周围的这种泛红泛黄 已经都遮得差不多了 再把另一半上完 现在脸像个白鬼 这的确是一个中高度遮瑕的粉底 现在脸上的瑕疵已经被遮得差不多了 再上点遮瑕膏是NARS的 完了完了 这是上次那个碎的眼影粉 跟遮瑕膏的一个融合也还蛮好的 那我先快速化个妆 最后订完妆再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效果吧 我刚刚忘记说了 就这个粉底它上完以后 它不是像他所说的那种是哑光的 就是你摸上去还是会黏黏的 所以还是需要用三粉来定妆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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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